為在大南町的大部美方區裡面的 生意精品咖啡工作室 在日間四英文後正式開幕 大南町長的康遊兼 露情處處長丹亦涵 以及農村發電科科長長安潔 都告訴他們意義祝福 生意精品咖啡工作室正式開幕 老闆跟老闆娘在咖啡的未然有自己的狀況 在他們的咖啡工作室中 犯署由他們自己祝散祝孝的咖啡打 希望可以讓大家平常到咖啡的美食咖啡 那我們特別的感動 那我們今天參加我們雙譽咖啡的開幕 那我們這對年輕的老闆 從自營咖啡的烘焙 到投入實體的清品咖啡的店面的開設 地點就坐落在我們大浦美的精密園區裡面 那我們非常的樂見 大浦美精密園區不只是嘉義縣 非常重要的生產基地 那目前也是嘉義縣的觀光的重鎮 那我們優秀的年輕人回到這裡呢 開設這個清品咖啡店 可以讓整個園區相關的觀光的配套 更加的完善 那我們在縣政府的投入之下 那也鼓勵更多的年輕人回家來創業 那我們樂見更多的年輕人回到大臉 回到嘉義 那也祝福他們 也謝謝他們 電店有需要這樣表示 很開心可以看到有少年人回來到大浦 咖啡的種植 種植端 發酵端 因為就是店內可以完全喝到是我們自己從種 發酵 烘焙 沖煮 到你手上買咖啡 完全是經由我們兩個一起照顧 所以我覺得是跟其他店面就最不一樣的特色 老闆李少明表示 店內裡用的咖啡店都是由老闆比較投入 從前開始到風味 一直到咖啡最好的三順 都是他們親手來完成 他們希望可以讓人家的民眾 平常就來自咖啡館 美好的咖啡給咖啡 細心是問內窖端爛定菜方不得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